好 现在我们是直接进入到BP画面 来看一下这一场会选择什么样的阵容 为我们的蓝色方是WA 为我们的紫色方是DPC WA这边先手绊掉了杰 DPC这边是绊掉了阿兹尔 杰的绊率比以前低很多了 其实现在 是的 因为中单有更多的选择了 这边是绊掉纳尔 比如说纳尔 阿利桑卓 还有这个 哎呦 还真伴维克多 给面子 这个就是 其实怎么说呢 当马下杯的时候 当时维克多不是被大帝给单杀了 但是确实他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因为这一次的话是 可能也是感觉维克多这个点起来的话 伤害有点爆发有点太高了 是的 而且维克多也是经历了一次改版 对 也变强了 这边最后一手是扳掉了腰机 以及是挖掘机 一抢皇子这个点特别有意思 我现在看到很多队伍训赛 就是皇子机可以打上单 也可以打野 是的 很迷惑的 所以说 但是丽桑卓其实对面 丽桑卓的风女 两个手选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WO也可以选择女刀 对 没错 因为现在OP的英雄太多了 太多了 上代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蓝薄 竖金 女刀 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来看一下 其实可以选择女刀的 而现在的话还不一定 丽桑卓也可能去打中路 是 关于丽桑卓和皇子的 这两个OP的点 之前有跟全球的设计 是春丽有聊过 就有聊过 因为他你知道 射击师干的事 就是削弱英雄嘛 然后最近这两个点 非常的OP 然后跟春丽 有在聊的时候 就问他 拳头那边 有没有考虑过 在下个版本 甚至下下个版本当中 削弱这两个英雄 目前得到的答案 是暂时没有 所以观众朋友们 赶快练起来 这样的英雄 这人长得好像小白啊 打轮子妈 有一个很好的英雄 可以打 女警 女警 是 对 之前LPL老干爹 打皇族的时候 就是用女警 因为女警 无论是配风女 还是配纳美 都是很好打轮子妈 几乎顽客 这边要拿老鼠吗 我感觉 辅助是拿到了布龙 那这边 对 小炮相对来说 更好配合布龙 老鼠 中路这边是选到了 非常稳的电竞逐流 及格四 也是很久没有出现了 是的 最后一说 这边要拿卡萨丁 可能考虑到对面 也是有风女的保护 所以他们这里的话 相对来说 这样的话 对线也不会太亏 拿的相对比较稳的阵容 那其实EPC这边的机动性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 狮子狗在开隐身加速之后 配合轮子妈的大招 加上风女的被动 我之前有看过 就是拿卡萨丁加利桑卓 这个点 就是田七如果说 放节奏再好 这个EPC 这个阵容 就是这个中上搭配的话 很容易崩盘 所以说我觉得 打卡萨丁的 这个胜率不是很高 这边应该是拿利桑卓 打中单 让大树去打上单 对 因为上路对方是女刀 是的 如果是利桑卓的话 很有可能就被压以后 他的装备就是很难 就是起得比较慢的话 就对整个的节奏有所拖延 团队当中的作用 可能就不是那么那么的足 那双方也是确定阵容 不过像炮七所说的 确实EPC这边这个阵容的话 好 那这边的话 也是稍微休息 我们看一段VCR 来即将进入我们今天的比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各位观众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2015赛季ALSP 英雄联盟甲级职业联赛 第三轮的第一场WA对阵EPC的比赛 这里的话刚才话没说完 EPC的阵容确实灵活性非常高 就跟Poci说的一样 这个EPC的阵容的话 其实我觉得中期打团蛮重要的 他们是需要一个前期打前中期打团 要上来获得优势才能比较好推塔的一个阵容 那可以说感觉好像两个战队的年龄 跟他们的打法反而是 跟这个阵容是有所关联的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EPC这边这个阵容 因为附带轮子发 这个是 闪现了 闪现 其实过来的话 本来是WA5人抱团想 应该是只是过来 就是插一个眼 看下对方的一个走向的结果 轮子发刚好在那个草丛里面 是的 五个人也是入侵到了EPC的蓝区 这一开始就赚到了轮子的一个闪现 这样的话下路AD没有闪现 小童觉得WA这场打野 有没有可能在前期就比较频繁的去下 WA这一场有可能 因为现在你我们发现 就是抓下的节奏越来越快了 对没错 就尤其是之前 就从去年年底吧 12月份那个WGT开始 那个时候拳 也是直接就是一个buff完了以后 就去抓下路 然后现在的话 其实国服runk里面来说的话 先打完石头人 先打完蛤蟆 或者是只打一个buff 然后立马就去抓下的这个节奏也是非常常见 对没错 这边WA应该是想蓝开吗 这边应该是看一下 其实之前我们在解说 德马西亚杯的时候有一个套路 就是位于蓝色方打野 去打自己家的蓝 然后AD和辅助不打石头人 因为会比较伤 去清掉红buff的两个小怪 然后去线上去进行一个吃经验 因为小怪的经验也是增强 就是增多了嘛 所以说这样的套路也是比较的多 但是WA这个拿蓝的一个 差不多是被EPC给掌握了 因为刚才EPC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buff眼 是 而这边的话应该是看到了WA 这边也是有选择换路 是的 这个的话就由风女来保一下上路的这个 大树的发育 这样来说的话 其实EPC也是掌握到对方是换路了的 没错 因为刚才那个眼卫 对 看着大家都过来了 这个就是初期眼卫的重要性了 而且现在初期眼卫其实很很珍贵 对非常关键 对 不容易是上来护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前期其实之前有说过一个 为什么就是一些换线的一些原因 因为你会发现其实像 比如说OMC吧 OMC在紫色方的时候特别喜欢换线 是 对 有些就是 就是阵容的和一些打法的分派 比如说说六分钟之前 你这样的话早期的可以推推线 发育一下 然后在六分钟之后的话 你能够迅速的补到下路来 然后自己的发育也不受限制 也发育的很好 还可以就是逼对方一波小龙 其实这个换线是蛮转的 没错 就是害怕丢小龙 现在换线 是 那刚刚被EPC 侦查到了 WA开始的换线套路之后的话 从目前看来 大树的发育要比 女刀要好上很多呀 确实有风女的辅助 在大树 安逸很多 其实下路的话 这个刀妹的线有点难过的 中路两个就是互刷 其实这个前期节奏 就是两边都是先打前 就是一波中期小龙团的时候 看能不能哪防优势 两个人就是互刷 对 这样的话 两个人是下路 是准备换回来了 想准备换 对 标记一下的话 下路顺便还可以针对一波女刀 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皇子也是在偏下的野区 是的 现在基本上全图无眼 这个时候基本上全图无眼 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好干客的一个时机 这样EPC的ATC 其实比较好的度过了前期 闪现在 开始的时候被逼到了 狮子这个时候过来 蹲一波看有没有机会 并没有什么机会 因为逼线是比较过去 但是可以等这波线推出来 是 这个时候就稍微蹲一会儿 因为两个人的爆发伤害是比较够 而且现在的话 翟的这个水线比较 但是回了一波 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啊 还在蹲啊 其实刀妹很谨慎的 非常谨慎 而狮子狗这边也是非常的 有耐心 但是这边看到也是没什么机会 选择回家 孤女刚才也是摸到了差不多皇子的位置 是的 在那边插了眼了已经 还在站在这边 把眼排掉 此时此刻 现在的一些队伍 对于前期的眼位的一个 就是重要性吧 都比以前看得很重了 就从S4总决赛以后 是没错 你会发现现在LPL很多队伍就是中路都是两甲一针出门 对 包括打野也是 打野现在对于就是中路的眼位的控制非常的重视 这边W上来反身Q一下 这对平一波的话其实还是蛮转的 是 那小炮并没有什么危险 他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两边感觉树精的这个发育也没有受到什么压制 基本上没什么压制 这一场树精发育的可以说是很好 对 在补刀上面还是压了刀妹的 对 而且他现在放任小炮一个人担心的话 其实他也根本在线上压不住树精 反正自己需要担心一下被线上遭到一些耗血 这个风女是满地图跑啊 比较稳 是这个风女的话现在其实游走 现在辅助的游走也是变得比较重要了 而且现在辅助比较平衡 就是辅助的选择上面来说 你像布隆现在也可以出场 安妮也可以出场 任女也可以出场 任女 对 之前卷毛有说过吗 就是现在这个版本 其实大家相对每一个位置能够拿出来的英雄都比较多 所以说现在在阵容的搭配上面的话也是比较多样化 这样的话比赛也会更好看一些 是 那么这场经过前期的换线之后 双方打的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打法 是 双方都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克小盼 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gank 想要去标记一下小龙 对小龙有所想法看一下 小炮是刚刚回家 其实这个时候下路支援过来是来得及的 是 只是做了一个 刚刚给了一个掩在小龙的位置 这个时候有点还是有点早了 看一下这边 双方中路还是以一个吻刷为主 刀妹还没有到达六级 是 雨道也是传送到了上路吧 这时候传送用掉了 是 这样的话 感觉WOA这里可能在等会儿 如果说真的打起小龙团的话 可能会支援不及时 是的 但是刀妹没有办法呀 他这个时候等级落后 经济也有点落后 他如果说不赶紧去把这些兵线吃掉的话 等会儿万一真的打起来也是很吃亏的 说起来还是因为EPC在开场的时候 那个眼威是侦测到了WOA的AD换路 对 我的一些小心思被你给看穿了 是 就非常尴尬了 说起来小先生的脑子反而是比我们 这些老将们的脑子赚得更灵活一些 老将有老将的好吗 江还是老的辣 江还是老的辣 但是长江后浪也推前浪了 前浪又死在沙山上了 你这么一说的话 这怎么说都没有道理 那听起来的话 感觉小龙好像这场还是蛮看好EPC小鲜肉队伍的 老规矩预测一下吧 预测一下比分 那小龙 小龙你先预测一下吧 你觉得这场比赛的话 你预测几比几 我预测 EPC2比0吧 EPC2比0 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发现 就是韩国的一些打野在这个前期节奏上面的把握 都还是 感觉让我觉得就是蛮好的 是 那我 那你都说EPC2比0了 那我就只能说WA2比0EPC了 你可以说说你的理由啊 其实这两个队伍蛮不好说的 对 毕竟浩凯他以前当过兵的 那肯定是有一定的兵法在里面 你这个已经上升到兵法 我又想起来那几部视频了 什么36G 36G是 那个时候其实 一G比一G奇葩 对 等会儿你看他没有什么技啊 好 因为浩凯其实 他在当教练的时候 在WA这个队伍里面 还是一个非常有威信的一个教练 那你这么说起来 其实WA就是浩凯指挥了 差不多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看一下这个队伍的执行力 现在下路已经双人线换回来了 看一下各个线上的发育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换路对于上下路来说 并没有特别的影响 对 但是唯一来说的话 就是小炮可能在线上 就是比对线要好过很多 是 双方的补刀看起来 感觉AD和上单的补刀 相对来讲EBC小鸭WOA一些 是 狮子又是要来下路一波的节奏 与此同时的话其实黄子和狮子一直属于相同的半区地图 是 对双方的其实对彼此的这个心理摸索还是比较的准确的 这个时候 看一下 黄子在打石头人 在打石头人 看一下狮子狗6级的第一波大招用的怎么样 狮子已经是第二次蹲在这个地方了 是的 你一次吃不到肉 你不能让我两次都这样空手而归吧 哎 小鸭 嗅觉很灵敏 是 因为没有视野其实也不太敢过去 这个时候Q一下就知道了 狮子应该往后站一点 果然姜还是老的了 那黄子这个时候也是赶过来 这个草藤有真言 这样的话 看狮子狗是不是不死心 第一招出来了 这招就叫逃狼捕蝉 黄雀在后 但是没成功 可惜没成功 对 狮子狗开大了 第一个大招 想扑中路来着 中路只是排了个眼 而且绕了一个很安全的位置 没错 这个大招是没有成功 稍稍有些浪费 是 因为狮子狗刚那位 即使是扑到这边的 那就直接开打小龙 对方也是没有眼威在这个地方的 看这边想放吗 女刀并没有传送啊 就是回家再赶过来 也可能来不及看黄子这边 要不要EQ下去抢 出镜是有TP的 其实完全 要抢要抢 抢到了吗 没有 没有 但是黄子 只有黄子一个人 不闪现 因为其实这个时候 ETC也是挺稳的 是是是 如果说尽量 大家都不损失 那就不损失吧 下来无事 反正我拿了龙 我也很占便宜 没想到我们的小鲜肉们 还是很稳健啊 这个就是 有点一改 我对现在年轻人的看法 做人要知足 你知道吗 那么多波小龙 就是什么 因为龙而一波 怎么怎么样的 都是因为太贪心 对没错 而且本来中国的队伍就稳健 这WOA刚刚那是第二季 空城季 我站在这 其实我身后有五个 我身后有四个 果然EPC中计了 对不对 你这个解释也是令我幸福 浩凯果然人生赢家 宅现在的话 其实发育还是挺不错的 虽然说补刀稍微的 其实那几个刀也没有关系 现在按照道理来说的话 宅现在爆发伤害很高 现在刀妹的话 就是有出 就是先出小冰锤的 也有先出药光的 先出药光的 就是追求线上的一个爆发伤害 比较高 是的 伤害 他跟这个 树金对线来说的话 这个 下路抓不成的话 我给他上路蹲一蹲看看 你看皇子 你看皇子 这个时候又是在往上路走 其实他们俩的意思 都是想法都是一致的 两个人的想法很一致 但是女刀这边 因为他现在往前推 这个时候 其实来反断是不错的 但是女刀这边 并没有上当 而且女刀这个血线的话 很有可能 对舒金做什么 因为女刀 其实血线低的时候 反而是比较危险的 对 因为他的异级能可以晕 所以说女人是多变的 女人是多变的 小童你是这样的吗 你是这样的吧 好 这边 两个都在反断 兵线其实有点多 翟如果是直接上去的话 有点尴尬 但是对方想越塔强杀 直接是EQ 大招框住 后面封力也支援过来 这一波三打二的肯定是 但是没有能够杀掉 我刚想说肯定是赚的 但是没有想到 居然换掉了一个 也是一波一换一 那其实这波的话就不亏了 是的 这样这波一换一 感觉反而是女刀 在塔下拿到了更多的优势 你记不记得 有几个不能越塔强杀的英雄 女刀 女刀就是手当其冲 是吧 然后就是贾克斯 然后像什么锤石啊这种 对 刚才这个 狮子就是扛塔有点多 而且也吃了很多伤害 没错 如果说狮子 狮子不死的话 双方都是大野换掉了 然后都给上路人手 这边W中 开大 死了 又是风女一波之源 这个时候风女流走的一些 频率就会比这个布隆高很多 但是很可惜 刚才也是没有能够 差一点伤害 拿到极格斯人头 这极格斯也是强势打我脸啊 刚说他死了 直接闪现跑掉了 这个时候对他们的蓝霸佛 也是有所想法 是 一个衣食没有中的 但是风女这里也是逼走了 对方的皇子 看来两方 这里要在蓝霸佛要打一波 抢地主啊 这个时候双方都在抢 看一下 狮子已经是从旁边绕过来 怎么打 稍微有点卡住 但是布隆这个大招 完整是封住了所有的路 这个时候绿三桌没有什么蓝量 刚才也是套上了修落 这个来buff 主要切上来 内伤 这个时候舒静全过来 但是有方已经全部死掉 也是逼入了 无人之间 这个时候还 有闪现在是没有来得及 拧一下风女看有没有机会 小炮刷新技能 但是风女的血线还很高 而且他现在的伤害 爆发伤害也不是很粗 是 这一波来说的话 WOA还是 而且刚才蓝霸佛也是极格斯拿的 啊是还是小赚了 小赚一些小赚一些 在比赛打到十分多钟之后 大家终于迎来了一波 稍微比较激烈的人头比拼 这个时候的话下路又是一波兵线推过来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 我刚还在就是说 现在的兵线比较重要 因为现在小龙不是没有经济了吗 是 然后就是你如何使 就是自己能够控制优势方的一个兵线 其实非常重要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你可以从这方面的经济来去碾压对方 是的 没错 所以说现在前期的推塔和推兵线的节奏就会比较重要 就得看一下这场前期的节奏吧 感觉以目前来讲的话 WA是有一些优势 现在是有 看起来虽然经济是落后了一点 但是两方骑士是差不多的 对 因为自家的两座防御塔是被EPC拔掉了 看下小龙还一分半 现在就中期炎卫来说的话 我觉得EPC是做的蛮不错的 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其实说到轮子妈现在不是版本强势吗 那轮子妈一般配的阵容都是一些 就是打团啊 然后比较凶猛爆发比较高的一些阵容 然后轮子妈这个英雄的话就是你去五人后塔不太现实 一般都是以这个团战来成为突破口 然后来进行推塔 对 就是他不是一个推进阵容 他是一个打团阵容 对 轮子妈 加上高的机动性 是 轮子妈可能主要的 现在又得以回上场之后的主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大招的这一个对团队提升的效果在这里 用乌乌开的话就是 其实轮子妈这个英雄就是如果没有大招的话 其他三个技能是不如其他EDC的 对 没错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轮子妈都喜欢出樱花刀 对 是的 就是因为他前期的话 一个是长剑转这个装备 就是要快一些成型 而且比较就是比较便宜嘛 是的 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追求这个团战的灵活性 然后避免说单人带现的时候被gank 然后把大招用掉 你别说樱花刀现在很多ADC都在出 我在之前有看到像奥巴马甚至南枪 之前版本的 对 都一直有在出樱花刀这件装备 其实之前 拳头的设计师春莉也跟我们聊过很多很有意思的事 比如说当时像罪恶惩罚之刃 就是破败这件装备本来是用来给ADC防止对面凸脸的 结果这些装备竟然成了刺客典型的装备 就是很多装备其实都会由玩家自己来开发出来 所以有时候设计师也会很无语 因为大招清一波线 因为他们要开龙了 这个第二条小龙骑士 其实非常关键也是两波中期团战的第一波交锋 直接扣到了布龙 是比较秒布龙的节奏 但是太多技能掉到了布龙的身上 对方也是吃不出什么急火 刚才立桑卓这个位置的话大招也是把路口 小炮很尴尬 小炮直接被一波击破干掉 前排死得太快了 这一波扛不住啊 立桑卓这一波伤害打得很足很足 是 而且刚才轮子的输出环境也是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一波团打下来 杨凡的血量还是满的 是 刚刚那一波 很可惜啊 来看一下这一波团战的回放 其实这个的时候的话 布龙稍微的有一点站位太过靠前 大招虽然还不错 看皇子这边 对 立桑卓这边是直接大招 对大招 大招封路 把所有人都封死在那个路口 这个伤害太高了 这个时候就是 立桑卓为什么一直都要搬 没错 那鹰霸的一个可怕的点 尤其是在这种小范围的团战当中 WA的前排基本上没有挡住 立桑卓的一套输出啊 这个时候前排吃不住这套伤害 但是前期的话确实也有一些失误点 就是布龙被击火掉 对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大家的装备都还没有成型 就是很容易吃掉 因为两边都有爆发伤害 是 就很容易吃急火的话 就很容易直接先死一个人 然后面临四打五的局面 对 而且刚布龙的大招也是只大到了 扑到他身上的狮子狗 以及站在后排的疯女 王子这个时候在EQ跟上的时候 此时立桑卓已经绕到了侧翼的位置 这样的话EPC 这样WA也是腹背受敌 EPC是拿到了第二条小龙 是 目前来说的话 由EPC有一点小优势领先 刚刚只要小龙打完之后 EPC是直接把场面给翻了回来 而且已经有了三错外塔的优势 刚才有个细节 其实在打团的时候 你会发现EPC的兵线也是很好的 对 所以说极格斯刚才是用了一个大招收兵线 也是导致他们其实缺了一部分伤害 一部分AOE 对 双方都是拼AOE的 对 因为如果刚刚那波极格斯不用打招清掉中路这波线 EPC很有可能不跟WA打 我就是跟你拖着 可以先打Poke 对 对 他们这个还是 就是用极格斯先打Poke的话 要好打得多 竖精时光成型 现在刀妹也是三相在手 但这个点 这个时候 竖精的作用要大于 已经大于女刀了 我觉得现在竖精不足为局 现在最恐怖的应该是立桑卓 立桑卓是的 立桑卓经过这一波又是一波大肥 因为EPC现在这个后排 你根本突不进去 很难突进去 等等会儿惊生了 就比较更难打了 对 立桑卓 立桑卓就是基本上他是死不掉的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 就S4总决赛那个立桑卓 就是刷新危险游戏 是的 超秀的那个 就是连杀嘛 连续反杀 那个时候的话 立桑卓就开始就是挺火了吧 是的 那个时候就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火了一段时间了 之前 现在就是出一些新英雄 刚开始的时候 感觉用的人都不多 是 然后后面慢慢的就会发现 这个英雄伤害怎么这么高 为什么他性价比这么高 就像纳尔啊 然后 阿兹尔啊 像这些新的英雄 经过开发之后 他也会登入我们比赛的 这个行列当中 这个时候趁着优势的话 其实 EPC要组织一波推进 也顺便时间把上二塔 看有没有机会拆掉 想直接推 因为对方的人 这个时候才山山来迟 感觉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塔有点耗不掉 还好 因为EPC这个阵容 并不是那么适合推塔呀 还是需要抓一点失误 是的 这边去看WOA 有没有什么机会了 之前 你看 特别脏 我跟你说 EPC这个时候标记下路 他这个时候跟WOA 打游击战 会拖到WOA 精疲力竞 而且 刚才就是一直很注意到 就是EPC不是一直在控 WOA野区的视野吗 就是如果说 视野一直被控的话 其实EPC也是很有机会 能够打开突破口 其实他们现在来说的话 WOA还是有机会 能够一波团战打回来的 是 但是就像小冬刚刚之前所说 EPC现在一直在跟WOA 打一个游击 首先EPC 他们这个整个队伍 是一个机动性 非常高的队伍 其次是他们在野区 称霸住了WOA的视野之后 WOA 并不敢自己 冒冒然地进入野区 去进行边线 比如线上的支援 中线转下线 或者是下线转中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有可能在野区 被EPC抓到一些视野 被反对一波 这个时候对WOA来讲 是很危险的 你看现在红色的眼 知道上路有三个人 那我直接来这边带下路线 其实是下路线的同时 你中路还可以推进一波 是的 我开大了 这边想拖 那这样的话 直接是抓了一波 宅宅 这个时候真的不应该 这个时候单单带线 带出塔呀 非常尴尬 因为对方全部都不在 哇 一个五星的E 就死定了 直接被秒 那这样这个下路的塔 也是告辞啊 怎么办 要守吗 还想走野区吗 狮子狗 WOA又急了 赶紧大家回聊下路来 那守这个塔 这就像之前小董所说的 我EPC就是在你野区 不满视野 你想从野区过来支援 这是不可能的 我探到你多少人 以后我立马抓人 然后立马开 就是开这个 过来就抓你 你死人的话还要吊他 这个对于WOA很尴尬 看一下他们会怎么 打开这个突破口 比赛来到22分钟 双方的经济差距 也是拉开到了将近 7000块 6900 现在打开突破口有点难了 其实刚才二塔在的时候 是有机会的 就是 把自己方的 第一要务就是先把自己野区的 视野排干净 这个很关键 现在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你的上下二塔 全部拔光了以后 你这个时候去排视野 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 是的 反正是比之前要难一些了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双方的经济 目前场上最肥的 就是我们的立桑卓 身上就装了8700块 就看EPC要还要怎么打 其实 比较顺的话 按照道理来说 可以下一波推一下 这个中路二塔 然后把外塔全部拔光了以后 然后你这个时候 WOA还真的不太敢出家门 对 因为 睁眼带的很多 你会发现 EPC这把睁眼带的很多 而且大家基本上 该换扫描的 全部换了扫描 小龙要刷了 是 值得一提的是 狮子狗在 我们4.21的这个版本当中 它是经过了一些改动 之前它的那个 4号就是项链的那个视频 它是既属于一个 插眼的视频 又属于一个装备 然后这个装备 其实在之前的版本当中是 有益于 就是比如你出一些捡CD装备 是可以捡它这个装备的CD的 但是在4.21的版本当中是修改掉了 其实这波团队 WOA来说特别关键 他们如果这波能打赢 就还能打 如果这波 如果强行打还打不赢的话 那他们真的后面太难了 这个时候是男人就来刚正面 女刀传送了 你是要做三秒钟的真男人 想打 直接扶上来打了 上去又是不容吃的 第一道技能 打招其实打的位置不错 李桑卓切后 直接给自己惊人 这一波 WOA就还这一波 这个时候全部都盯住了后排 终于成功地打了一波 但是李桑卓这个时候 漂亮 小破 已经是刷新技能了三杀 三杀有四杀吗 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四杀了 我就说WOA就要靠这一波团 是的 都是几位好的机会 不追了 我打龙 没关系 这波还是转了 是非常转 那一下子局势又捉摸不定了 没错 在刚刚的情况之下 李桑卓虽然想法很好 利用自己的一个异技能 从突上高位的这个位置 去切到后排 但是很可惜 自己家的前排 来看一下这一波团战 其实布隆的大招非常漂亮 他这个位置的话 把四个人全部都打到了 小炮走进草丛 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 先手秒掉 这边是怎么 而且这一把的话 WOA对于技能释放对象的 这个把握已经是非常精力 大家都集体切 去把后面的输出点秒掉 因为树精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是的 你不用太去管这个点 这样这个时候 其实树精完全没有拦住 黄子和女刀两个人的突进啊 其实说白了 也没有人去carry小炮这个点 是 刚小炮直接跟着女刀去切后盘 对 刚刚小炮是先往侧翼走草丛 然后闪现撞到墙 但是没事 我射成员了 你看到了 对 你能够假招没看到 他脸有点痛 不过没关系 我们射成员 对不对 对 刚利桑卓虽然是切后 他把所有的技能 他是开完大之后 立刻给自己给了个精英人 其实并没有把伤害打足 只是秒掉了对面的几个 死但几个在死之前 把所有的技能该放放 是吧 放完之后我该死死 只要我家小炮可以收割就可以了 小事情反正腿短嘛 你跳不过墙是可以理解 是 约点人多 约点人多啊 这场 其实人小有好处 就是你别人去点你技能 尤其是那种右键挡的时候 他会点不到你 再加上旁边有点什么兵啊 什么的那种右键挡挡挡 之前那个黄子 国服出现那个bug是一样的 就点不到嘛 就右键点不到 蓝腰砍断 对 那这一场 这一波打完之后 打完之后 现在其实 EPC最主要领先的 就是他们的防御塔的塔数 对 四座塔 其实经济来讲的话 并没有领先太多 但这个时候局势就不好说死了 对 因为其实一波团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下一波团的士气 这波确实打回很多士气 没错 这倒是没错 但EPC不愿放弃 他现在还是要推进 我实在不行 我逼你塞出兵线行不行 反正你又没塔 还是按之前那个打法来 因为有之前塔的铺垫在这里 EPC其实现在就是在跟你打游戏的话 WA还是比较难过 现在可能对于WA来讲 他们的奇迹点 还是在于下一条小龙 甚至是大龙了 EPC这个时候可以打心理战 就是拖兵线 我不跟你打团了 我打团打不过你 我 这个 浩凯可是当兵的 你跟他玩心理战 这不一定 我跟你说有些队伍 就是因为太刚了 就比如说King 你会发现King打交流战的时候 麻辣香锅特别容易上头 是的 就是吃辣的人会比较暴躁 麻辣香锅 那你说那些来自四川的队伍 怪不得PDD也比较暴躁 笑笑其实也挺暴躁的 笑笑他还好吧 他暴躁的时候都空大 所以你觉得那是其他的 而不是暴躁 这样这场的话比赛来到了26分钟 这双方还是打停了 刚刚那波打完之后 WA其实不会主动的去找EPC打 WA想扭转局势 想扭转局势 他害怕被对方这样拖着打 他就得受不了 他小心当不行 找一个点出来 必须找一个点 就像之前所说的 就是小龙或者是大龙 逼着对面要跟你打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莽撞 你EPC之后还是按照老想法 我推你兵线 我控你视野 就是我既然跑得快 我就提高自己的激动性 这个眼尾好刁钻 看到没 看到没有大龙外面那个 看到了 这个眼尾真是 插在石头缝里了 又学到了一招 过两天国父乱克 全是一种眼 真的 我跟你说 这段时间打乱克 你每每到那个什么 被扫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前面的寄居蟹被打掉了 要不然他听到我说话了 并没有 应该是前面的这个 峡谷迅捷蟹被打掉了 峡谷迅捷蟹 跟你说现在收钱 就去红buff旁边那个 后面那个草丛 对 一定会有 基本上都有睁眼收 就是如果你是打 钻石局的话 基本上都有睁眼收 这个就叫什么呢 就是一个睁眼比赛用了 剩下的国父路人都知道 发家致富好方法 是的 这个时候终于 就注意到去排一下 几方野区的视野了 对 这个时候的话 反而EPC不太好掌握 WOV现在想干嘛 对 没错 这个时候对于EPC来讲 相对会更被动一些 你是要来我也去插眼呢 而且经济也好吃了 你可以慢慢慢慢的 你其实经济就没有办法去滚雪球了 对 大家这个时候就发育 实在不行 我们全部都做到 就是好装备 我们在刚刚一波 在刚就说无所谓 那这个时候WOV就已经 慢慢的把局势再挽回过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 都是基于眼位的控制 来跟团队的打法相配合 现在节奏都是以兵线推塔 眼位为主 是 有时候看着经济 经济其实相当于持平的 但是塔的这个 确实让人很烦躁的 因为塔是一个固定的 就好像你刷野怪或者是刷兵 它都可以刷新 但是塔不会 它不像水晶 水晶还可以复活 对不对 塔它是复活不了的 对 当然了阿兹尔是被绊的情况之下 对 这个阿兹尔确实是个例外 对 它很特别 没有小龙可以打了 我们打打大龙行不行 这边小龙也是快刷了 比较和谐 一人控一半视野 是 还是可以的 双方还是很稳 就是都想发育 都想打一个后期 马上又要来一波团了 马上半个分钟以后 小龙刷新 然后我们又能看一波这个振奋人心 龙团 转移扭转局势的团战 这个时候如果EPC能够再赢一波的话 我觉得 就是三角小龙的buff了 三角小龙buff 看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上高还是有点难 如果他们推中路的话上高有点难 看上下路兵线如何了 你目前来讲双方这场打的真的都是特别的 EPC可以先把下路兵线推过去 然后再打小龙团 如果这波打赢的话下路直接就上高了 是的 这波看一下应该是想推 想推线 因为这个时候 WOA的下路二塔是并没有的 这样的话 EPC把下路兵线推过去之后 无论是跟WOA开甚至是拖的话 对于WOA来讲都比较被动 对 只要把兵线稍微推过去就好了 好 已经推过去了 看一下这边 EPC这边也是如同我们之前所述的想法一样 怎么打 这边 想开肯定想开 这个力量主要直接上啊 来 come on baby 刀就中了 这边扑上来 狮子刚刚扑了个空其实 哇 这边 刀妹第一时间摸不到对方后排 看打谁 小炮直接突到后面去了 但是太容易被人激活了 太急了 小炮这边太着急了 太急了太急了 这刚WOA两个C位的位置很不错 自己家的前排基本上把那个路口全部堵死了 两个人站在高位处 基本上是可以形成输出的 但是小炮很着急自己W进去了 刚才那个有点漂亮是风女那个大招 把刀妹吹偏了 刀妹其实第一时间是想进后排的 啊 李桑卓开的其实也挺也挺果断的 然后小炮上的太高了 你这跳到几人群的 这个 这关键话其实这边血量还蛮健康的 这边血量很健康的情况下 就让他跳进去了 来看一下这个 啊 舒静和李桑卓双双进堂 这时候风女想来的 黄子大进来 哦 风女一个大招 没双表达出去 然后这个时候后对后排的伤害就完全不足 而且李桑卓还活着呢 小炮直接进入几人群当中 送了一波 做死了一波 但刚刚的情况 小炮应该是想进去换掉风女 再利用W刷出来 但是很可惜 并没有如所想的那样 嗯 那几个人呢 一人A你一下都差不多了 对 没错 就还是有点冲动 有点冲动 而且刚刚那波团确实小炮不得不上了 刚才那个就是李桑卓和舒丁 就是李桑卓在的那个草丛好像没有视野 其实也挺也挺尴尬的 因为那个位置开团的话 没有李桑卓视野很尴尬 对 就现在如果WOA打团的话 一定要先拨准李桑卓在哪 避免做分割战场 因为EPC的分割战场的能力特别强 一个风女一个李桑卓 完全可以把你前后排隔得非常开 而且关键问题是关于李桑卓 他这个点现在惊人已经是出来了 对 这个点其实你真的很难针对他了 又是一波推进 拿了一个小龙了以后 现在是三层小龙 看一下这边 要为这个 李桑来了 一Q 但是打着炮呢 是李桑卓 而且自己这里 没有想到后面居然有这么多人 直接被秒了这边 小炮推了一下 但是伤害应该不够 而且风女马上有盾了 这波很难打呀 女刀这个血量怎么这么不健康 小炮这个手没大了 其实 算了还是稳一点 先走吧 我EPC这场打的确实是 拿到一点点 又是立马走 不给你任何一丝丝 抓到我失误的机会 又被对方给控视野了 是的 黄子没想到后面有这么多人 草丛里蹲了好几个 他以为大家都回家了 就那一个在那收线 收收那个蛤蟆 刚刚其实是 EPC是有套路的 因为狮子狗蹲在草丛 就等着风女和伦德马 把这波线给收过去 看一下这波 黄子直接一Q过来 大招框住以后 后面有一万个人等着他 他闪现了这个时候 谁 黄子就要闪现 刚刚看到金光一闪 看一下 黄子是叫了 死亡闪现 他其实想一Q闪现的 你记不记得上一把 上一把有个一Q90度闪现 有点强的 上一场是两级的时候 就是那个EP 抓中路 对对对 PE那个队 就是跟着杀手时期 打野跟着杀手时期去中路抓 然后黄子是横向着一Q 然后一个闪现 把对面的中单给敲了起来 看到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你的小伙伴不就是我吗 对啊 这样吧 这波回家 EPC在比赛进行到33分钟的时候 又是再度把经济拉开到9000块 又是同样的龙那个地方给了个眼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这一把两边对大龙附近的视野还是 就是比较重视的 兵家必争之地啊 对 这个时候打完这一波以后 WA又陷入了一个劣势局 我今天预测的是WA2比0是吧 对啊 我预测EPC2比0 好 那我还是预测WA2比0吧 就是给我们这一波 你信他们能一波打回来吗 不是 因为你知道有一个什么刺痛了我的心吗 就是在选手介绍当中 说92年的老将 同为92年的我 这不就是老姐了吗 老姐说 其实我有一颗职业梦 老姐 我这个就 就是我感觉要支持我们 就是90后第一批 92年的这一批 91年这一批 挺老的 说实话 现在这几个队伍都是年轻人的天下 这个时候什么16岁17岁的那种新秀特别多 就比如说 我特别看好一个中单吧 就是光起那个中单小虎 小虎对 他还有两个星期到16吗 不是马上就可以参加了 两个星期到16 我们俩当时在北京结束WGT的那个 那个时候他 他还没到16 不过他那个腰气很秀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英雄池有多深 是 就比赛的那种英雄池到底能有多秀 你想试一试他有多深吗 昨天 你这个色情结束 没有 我说你要实际他英雄池有多深吗 你可以跟他玩一玩 私底下打一打英雄联盟 对不对 其实这段时间看LSPL也有一些很亮眼的一个中单 刚才那个中单就也不错 WF的中单 对 其实WF呢 ADC还可以 还可以 就前期没有打好 后面团战的话 这个站位还是不错的 是 那还是回归到我们这场的比赛当中 比赛进到35分钟 到目前为止打的还是比较平稳的 但是几波团战打的都是非常非常的亮眼 也是出现了 大家一直很想看到的一场 这边一颗大招直接框上 输尽弹不上来 打打打别怕呀 这个时候我就听到他们家的怒吼 但是黄子还是吃了一波几波 直接被表达 这个手轮子八的状态还不错 被虚弱了 风女时间一个大招 救了后面的C位一面 这个手轮子八的输出 输出状态又是非常好 而且对方又是没有能够贴到这个轮子八 这个轮子八刚才输出状态太好了 这一波利桑卓基本上都没打输出 没有来大招还在 基本上没放技能 这一波WA大招 净数已经打到35分钟 就看C位 你看这个时候杨帆的位置 是被跨到真是被遮队的有点惨的 树精跟上来 直接把战场分割出来 根本突不到伦子八这个点 对后排的伤害是打得很冲突 好不容易被发现了以后 还被风女一个大招给救了 是的 这边虽然辅助是套给伦子八 一波虚弱逼出伦子八的闪现 并且让他这段时间没有打出来输出 可是因为树精真的是太弱了 哇太好了 这个时候有大龙buff 我们可以愉快的上高了 是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退不了没关系 我们的兵可以退 太可惜了 如果WOA刚才那波团战打赢了 然后大家又是恢复到了刚才的那个局势 这很可惜吗 我觉得 对 其实因为你这个时候要鼓励一下WOA 因为他们 对我是支持WOA的 其实刚才他们被拖的是有点尴尬的 一开始的时候被对方的一个兵线和防御塔压制 视野是有一点惨的 中间有一段时间大家还是比较清醒的 结果后面又比较上头了 因为皇子EQ隔墙直接大招是两段座位一上去 其实自己家的后排并没有第一时间跟上去 这个小龙难 看一下这边如果这条小龙再被EPC拿到 应该是第四条了 我记得 拿完这条小龙就立马可以准备去耗高了 看这边这条小龙应该是毫无悬念是拿到了 差了一万四的经纪 也不能怪就是说 WOA打不一团战 就是装备差距其实现在来说也有点大了 而且再加上本身EPC选择的这个阵容相对来讲 他们一开始所选择的打法和他们的这个阵容就是匹配起来 契合度更高 看一下各个位置上面的装备来说 现在竖精的装备就要比刀妹好很多 而且补刀上面也拉了 拉了差不多接近100刀的样子 你看每个位置 每个位置C位是压了90刀 中路还好 中路不说了吧 中路就是极客斯 因为他不来刷兵就比较容易 而且人头的话可以看到力丧主是很多了 对 那就是说每个点每个carry点上面的装备其实都是领先于对面 一个大剑至少 至少一个大剑 本身自己经济的优势再加上塔的优势 本身就是领先了很多 这样的话再带一波下路兵线 我有大龙buff 我的小兵都是超级兵 这样上路塔也是高破 想逼高地吗 这边先把野区事业做一做 这样WAA连高地都出不去 现在大龙buff改了以后 这个前排兵扣的不得了 而且那个炮车 那个炮桶就整整粗了一倍 但是他其实就是增加了一个射程 看起来比较屌 就是那种绣花枕头 比较帅 对对对 他还是中用的 就是那个射程 就是能很远很远地点到你 对 让你感觉很不爽 但你又打不到他 就是你来打我呀 可跳可痒痒了 是这样的吗 然后再出一个那个装备 就是当时S3的时候 新出那个号令之旗那件装备 我之前看那个皇族的ADC出过 就轮子妈出号令之旗 就是号令之旗 不是是吸血旗 吸血旗就是号令之旗 应该是 这件装备其实出的很少 我一下忘记了 反正名字叫号令之旗 我记得 挺忽略我 我脑子短路了 召唤是技能 叫静身的这个技能 对对对 就是号令之旗 当然我也问过 春莉这个装备 什么时候把它删掉 还有干扰水晶那件装备 可以的可以的 但是要ADC特别顺的话 出那个不要误导小朋友 对对对 但是这个观众朋友们 不要轻易模仿 对对对 其实这个一定要跟队友的配合 有关系 而且最好是辅助再出一个 类似于什么蓝盾啊 这种团队装 然后互相辅助一下 这个时候你的生命恢复 包括整个的那个吸血 还有你的整个的属性的提升 就很恐怖了 对很恐怖 本身伦子玛又是一个团队型ADC 是反正我们都是为团队考虑的嘛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好和谐 让我们一瞬间的回到了很多年前 这样的话应该是直接逼一下中路高地 EQ上来 你想开 但是伤害高的飞起 力当时直接进来 但是你扛着高地他 这个也太任性了吧 刚才 这个时候的话 刀面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 他也只能摸到对方的前排 而伦子玛又是一波没人管 来吧 收割的节奏 这皇子在前面打得正嗨呢 回头一看伦子玛站在自己身后 这样成就了伦子玛的三杀 绝望的回眸 绝望回眸 这样的话想一波吗 风女直接开大了 扛了 好任性啊 这皇子也 其实这个塔有点疼的 85%不穿呢 我记得是 是的 而且他是越打越疼 闪现上来 那这要一波了 刚刚风女是给了自己个干锅吗 有没有干锅 有 给了自己一个 给自己了 一Q上来 这个就没有什么任何悬念了 是的 那么我们可以说这场 恭喜EPC 在比赛进行到40分钟的时候 21000的经济优势 拿下来这场比赛 恭喜EPC 谢谢 232 2 3 3